我是有性伤人 而且这一辈子 也只有他一个人 你醒了 我 我怎么了 你晕倒了 太医说是劳累过度 药都给你煎好了 去哪儿啊 男女说说不清 殿下行为已举了 说相关不能分配 你帮我躺下 你 殿下再这样 相关要冷了 这是本王的寝宫 本王的床 你嚷嚷的大家都知道 本王只能挨陛下一顿训斥 顺手把你说作歉 我 对你来说 你算得上是一条 攀龙附凤的捷径 那好事了 那就给本王躺好 快 来 上嘴 来 上嘴 我自己会喝 你为什么要总是跟本王对着干 是殿下总是针对下官 谁叫你总是不甘不冤的 这样最容易引起男人的兴趣 殿下你这 你要再顶嘴我现在就要了 再有个性 再伶牙俐齿 也扛不过去 是不是很无奈 张嘴 啊 多久没见你的性伤人了 我 谁说我有性伤人呢 有机会做本王的妾 却一口一个拒绝 你肯定有性伤人嘛 他叫什么 在哪里当差 与你无关 没有反驳第二个问题 看来确实在朝廷当差 本来还拿不准 可你的表情帮本王确定吗 傅司制来自韩王府 这个男人应该 跟韩王府有关吧 要 又猜对了 没错 我是有性伤人 而且这一辈子 也只有他一个人 张嘴 下官不想再喝了 他人 他人 有性伤人 对 可爱 他人 是 他人 也不想再喝了 啊 他人 他人 这一辈子 是 走 副头 等会儿给你算账 别打 少主妇 这混蛋敢欺负我儿姐 干什么 我们早就和好了 你撒谎 来 你儿姐给我修的 走 是我儿姐的双眼 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上到今天一个调令 明天一个调令 我就到这儿了 我打仗立了点小功 现在已经是东赫哲冲府对付了 将官表里头没有你名字 偷跑出来的 怕我娘把我抓回去 所以我改了姓 在军中 我叫西藤 西藤 你挺自秀的 殿下指定让下官秀的 下官怎么敢为令 这 这 这是嘲讽 是 这么多吉祥的图案 你不用 你用一个丑陋如狗的嘲讽 你这是计讽本王 是殿下让下官为你选的图案 下官觉得 这个最合适 你 你说 龙生九子 各有不同 这嘲讽 虽然长得像狗 但毕竟是龙子 而且他和殿下一样 都是排行第三 只是因为排行啊 嘲讽象征威严 而殿下的威严 下官已经凝交过了 这这一天 葱 那这一天 你不敢相信吗 对 好像 我老大 那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我老大 这一天 你怎么说 我老大 不管用 好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上次害你晕倒 本王也挺过意不去的 想要什么 说吧 尽管说 想要 殿下以后 不要再对下官忽来欢去了 做不到 那下官别无所求 真的 机会难得哦 就这么白白放过 下官也不是出厕和殿下打交道 殿下的东西代价昂贵 下官要不起 本来还想带你出宫见见家人 竟然不稀罕 算了 真的 你怎么跟周王掺和在一起了 多亏了他 我才能出来一趟 周牧怎么样了 是来了一封报平安的假书 可只有寥寥几字 我担心 陆云极会为难他 爹会想办法的 可恨陆云极那阴险小人 把爹在军中的固有救赎 一个个都遣走了 连爹安排给楚牧的亲兵 以稷故调到了别处 陆云极 他怎么可以这么做 他是主帅 用的又是名声暗将的手法 把那些人呢 生了个半戟 又借故调到了别处 谁也不能说他不对 他心里虽然没提你 是怕我们跟你说什么 惹你担心 你在宫里啊 只管好好照顾自己 楚牧他一向机灵 会平安回来的 嗯 我也不想伤害了